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围绕民生和经济一定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 除了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的报告之外 今年还有一项宪法的修订就是国务院的组织法修订草案 需要经过一个审议和通过的程序 中央政府也预告了新一年的经济预测会继续保持增长 大家一定会关注增长多少呢?如何保持呢? 在去年的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习近平主席对于2024年的经济工作要求提出了一个新的辞回 叫新质生产力 这是他对2024年经济工作的要求第一条 就是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的创新 特别是要以颠覆性的技术和前沿的技术 去催生一些新的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去发展新质生产力 这个词语一经提出 大家又再进一步了解多了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因此大家会继续关注在新一年国家 国内外这个不太稳定的形势之下 如何继续稳中求进 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上作出新的布局 我们作为港区人大代表 都会关心香港的部分 因为我们大家都致力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我们都会留意当中 有没有我们香港可以参与和贡献的地方 夏主任在3月4日傍晚都探过香港团 见到他我们都觉得很亲切 因为他都刚刚在香港完成了7天的考察调言 他表示今年比去年好 无论在政治气氛 以及对香港发展的信心都感觉好了 他看到香港是慢慢步上正轨 肯定了我们香港爱国爱港人士 对于右乱及自的贡献 在地区治理方面 已经完成了区议会选举 选举制度已经完成了最后一理路了 等我们完成了23条的立法之后 社会就可以专心谋发展 我们地区工作 一定要切实去做到下情上步 上情下达 为市民幸福生活而努力 我们作为港区人大代表 一定会以高度的责任和使命 继续帮助香港发挥在一国两制当中重要的作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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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